所以其实我今天主要是希望说,至少我想知道台北市,然后再来的话桃园,桃园上面有 然后其他县市,也许台中台南高雄,然后这几个还有新北 是不是治安是不是越来越好还是怎么样 那跟这个首长是不是有关联性 这个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再去比较一下 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其实你也顺便可以了解一下各县市的那个资料,就是开放资料的情形 那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指标啦,就是如果那个就是各县市开放的情形越高 相对的它其实透明度当然相对也就越高 还有啦,有些县市虽然说上面有资料,但是那个资料真的好像感觉得出来其实是应付 甚至有一些真的就是放个假资料都有啦 OK,那我觉得这没有必要 我在猜应该是中央有希望,就是地方去做 但是地方它为了要业绩 因为它一定要亮多嘛,所以有些会做得很认真 但是有些都做得不太认真 好,那目前看起来台北市资料其实是还OK啦 其他县市我就不敢讲了 你们可以再去看看,OK 好,那刚刚讲到就是那个 我们做完的一个折线图嘛 再来第二个,所以第二个是各区 那区一样是增加一个,然后把公式加上去,向下填满 所以这里的话,我已经把那个程式写出来 就是插入,所以这边的话有插入年跟插入区啦 所以我这个把它,其实我是把年的部分 这个把它delete掉好了,把它恢复 那我执行看看,假设我在呼叫它的时候 然后我,刚刚同学问的问题啦 call的话,其实只要在这个模组底下 你放在不同模组,一样call的到,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把它跑跑看 先插入一个年,OK,然后autofill 再插入一个什么,区 区的话就是加了一个区,所以我把它拿过来 那其实为什么我要把VBA这个视窗缩小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要能够看到后面运行的 我才有办法确定它是写对的啦 OK,所以你们可以缩小,然后移过来 OK,看一下,然后建议是按F8,足行跑 区,然后增加公式,向下填满 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那这个就完成 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再增加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枢纽分析 枢纽分析表 那个第二个啦,就是 所以这里的话一样,如果你不会一样就录制啦 那录制名称的话呢,叫枢纽 一样叫枢纽表 不过刚刚已经有这个名称,你不能叫一样的 所以加一个2,枢纽表2 或者叫枢纽表底线区也可以啦 反正名称自己看得懂为原则 底线区好了,这样看起来好像会比较 不然的话每次都1,2,3这样子 OK,底线区,按确定 那一样呢,我们就是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然后我刚做的动作是趋托拉到 所以,趋先托拉到直好了 这样录下来就不用改了,再趋托拉到列 然后把这边改成,直栏位设定改成总计百分比 OK,然后并且游标放B4 把它做资料里面的排序,Z到A OK,然后这样就停止录制 那我们一样就是产生刚刚的那个枢纽表底线区 编辑一下 那改的原理原则,其实就跟刚刚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赘述自己再改一下 理论上就是这边,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拿刚刚的 这个改改,这个底下增加一个修改名称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什么呢 Version 8这个把它delete掉 Default version,预设版本也把它delete掉 这个你们再看看,这个不delete掉应该也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改成range A3,因为这个应该是放哪里的位 当然如果你这样来说,老师我不要放A3 我可以放A1 当然也可以 那还有这两行其实是可以把它删掉的 因为有,还有这底下这些 这Version 8每次都会增加一大堆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的话呢,这个理论上一样也可以把它删掉 再来就是刚刚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些我想请各位就是再把它完成 然后再来就是说,会是刚刚的那个 就是枢纽分析表 做完,然后是枢纽分析图 一样把它录制,那这个我就不掩饰啦 所以这两个,请各位再把它加起来 最后我是希望说,最后做出来 就是直接这个地方就用call的 就是我们这边,然后就是让它先插入栏 然后先产生第一个,然后图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再产生第二个 再产生那个就是图 然后再切回来 那将来我就可以切过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跟这个 OK,里面的表跟图了 所以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它这个资料 缺用是UTF8 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公务员在放资料的时候 没有好像一个固定 不过我在想啦,目前以那个趋势上来看 资料好像以UTF8 好像几率是比较高的 目前看起来好像那个开放资料上面 大部分都是UTF8 所以记得UTF8就是65001 那如果你是Big5就是9500 这个大概两个记起来大概就够了 因为目前大概就这两个东西 那一个是微软,微软就9500的 那非微软就是65001 OK 这个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刚刚的部分把它做个Ending 这边的话就增加一个 所以 所以我们这个把它Delete掉 好,那刚刚的这个区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做完了 那底下呢建议你也是在 所以你可以拿刚刚的来参考 所以一样就是说呢 你先确定这个工作表是否存在 一样删掉,然后重新命名 命名名称就是各区比例图 那一样就是放哪一个位置 所以底下改的方式跟前面的那个枢纽分析表一样 所以那还有啦 我们录的时候先直再列 好像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然后最后排序 那排序的话你会发现 我们油标放B4 然后他,不过你会发现他排序这一行 相对比较冗长 一样可以做到排序 可是要是我的话啦 我可能会把这个B4 后面改成用另外一个方法 那这一行就不用了 就可以少一行啦 那不过可能你变成要多学一个方法 叫.sort sor 顾名思义嘛 就是把B4这个位置底下的东西做排序 那排序的后面呢 当然就加几个参数啦 不外乎就是地增还地减 ok 然后另外的话有没有标题 可能你就下一下 那其实就ok啦 不过这个有兴趣自己再研究看看 如果你如果觉得录制下 ok你就用这样原来的 那我们就增加了一个 假设我现在先把它切回来 它有旧的嘛 然后我们先试着乱乱看 它会先怎么样 先确定有没有这一个 有的话呢 它就帮我删掉 所以先删掉之后 一样新增一个 然后帮我把枢纽分析表跑出来 并且我这边多一个百分比 好那这样ok了 那并且排序一下 排序一下 ok好 那排完序之后要画图 那画图如果你 当然你有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重新录制 不外乎 另外一个方法 直接拿 因为之前写过了 你可以拿那个 就是 云端上面的第几页 前面台电是19页 所以这边有个枢纽分析图 之前写过了 你把它Ctrl C好了 直接 所以以后你可以建那个范本 ok把它贴到底下 那名称的话 我叫做枢纽分析图 然后底线区 最好你命名最好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不然最后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这样我就不用重新做 那其实Ctrl 过来 当然要改 改其实圆形图 然后位置我 左上角我建议是放在D2 因为D4好像太下面了 D2的位置 ok 然后宽更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Source Source这边 这个应该是A3到B16 所以这个 还有它的名称 所以我建议啦 你干脆工作法名称 不要用固定的 就是反正就目前这一个 所以你甚至不用指定哪个工作表 然后绝对坐标也不用 就是A3到B16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这样改会比较清爽 那以后甚至你拿来当范本 你只要改动这个范围就可以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范围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枢纽分析表 它的范围就ok了 甚至之前同学有用到另外一个Range的方法 叫Current Regio 其实Current Regio也可以选起来 其实或许也可以啦 这个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反正只要那个方法简单好记 都是好方法 其他再来就是增加图搜文字 这个固定嘛 然后把第一个炸开 中山区 然后名称的话也许就是改成什么 改成各区比例 把这个名称C-C好了 把它放到这边来 并且看要不要加初题 要不要取消图例 要的话你干脆拿这个来复制 上面刚刚有做过嘛 就是我还要增加初题 那你就是在这个下面 再贴上一个 然后取消图例 And with 多了 把它delete掉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我其实只是把程式贴过来 那改几个地方 改坐标啦 这个不改没关系 只是它放的位置 还要改这个 它的这个范围 其他都没改 另外的话就是增加这个 跟增加这个 大概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其他有什么要改 没有还有啦 这个名称 各区比例图 那我们要按F8好了 先增加一个到第二 然后呢 把图放进来 然后把它炸开 因为这边挡到了 所以我把它再拉过来 一点点这边好了 这样比较不会挡到 ok那你们看 这个 把中山区拉出来 Explore 然后上面的标题改一下 然后出题 有了 然后把图例在下面这边把它拿掉 因为它是太占空间的 这样子就ok了 好那理论上应该就完成 我们有图 又多一个了 所以可以看到 中山区治安是相对是比较差的 ok好那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全部统整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再加一个底线区 所以刚刚这个组程式里面 我们一样就是把这个Ctrl C 然后呢把它贴到底下来 那这边一样就是加一个底线区 刚刚的那个 然后再把这个底线区 再复制一个到这边 名称就是刚好加一个底线区 那这样的话理论上 它就会一步一步的把全部都串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确认的话 就是把它再全部串一起 然后我习惯如果你不按F8 因为F8会按很多下慢慢跑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那我只是想要看这个某个动作 有没有确实的话 那你可以设中断点 所谓的中断点就是程式停在这边 跑完回来了停下来 也就是F8是组航 这个等于有点像是跑完之后停下来 ok我们来续一下 跑到这边停下来 然后你可以再执行 它等一下这个等于是清除完下载 然后再来就是插入蓝 那等于是插入两蓝 ok然后把资料放过来 有没有区 有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增加这一个跟增加这一个 那当然它会先删掉 然后再产生图 然后再产生删掉这个区的 然后再产生它的图 然后最后把游标再切回来到这边 没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比例 这个是各区的比例图 ok然后这个是历年来的折线图 那可以明显看到了 其实台北市的治安 以这个104年到111年 真的表现得非常 应该算是蛮优秀的 从一年大概快700个切刀案件 到去年的话大概下滑到200个 等于是少了快500件的那个 所以其实等于一天不到一件 切刀案件 住宅切刀案件 那一天不到一件 那显然台北市的治安算起来是还蛮好的 当然还没有到什么业不庇护 就是你门都不用锁 但是至少感觉好像其实还蛮蛮安全的 ok 好那这个资料我们已经显示出来 那你们待会如果有兴趣同学 其实延伸 甚至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那个什么 切刀案件里面 桃园 这边桃园有住宅 你也可以看一下桃园是不是也一样 那桃园的话其实概念上差不多 所以你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桃园其实你检释一下 他一样好像蓝 时间也有 也年月日 义耳 他直接就直接独立一个义耳 甚至还慢stay 但是他没有区 也没有地址 但是他有经纬度 区的话其实你可以用分局 前面好像有哪一区 甚至你可以拿这个来试试看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桃园跟 这个资料好像也是从104年开始 没有啊 甚至还有90几年的 不过这些不要的话 还有他这个资料是哪 所以你其实抓前面这个 中立 巴德 卢族 这样其实就够分区的嘛 所以哪一年哪一区 那看一下到底桃园历年的窃盗案件 是变差还是变好 是不是跟台北市一样 呈现一个溜滑梯的状态 那你会发现前面这两年好像 比较没有下滑这么快 这里突然蹦一下下滑 原因何在 我不知道 OK 是不是换了一个比较好的警察局长 还怎么样 OK 然后呢 比例上面的话呢 在台北市治安最差是中山区 可是桃园是哪一区治安最差 其实我不知道 不过以好像经验上来看 好像常常听到就是中立区 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中立区 这个也许你们可以自己按照这个资料里面 去得到一个答案 OK 所以剩下时间的话给各位 把这边也许试做 最后其实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全部综合在一起 OK 那请各位试着把这个部分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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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